康熙12年12月,年仅14岁的校工人皇后,以包衣奴才的身份参加了宫女选秀,而她的父亲只是一个皇宫中做饭的总管,凭借着交好的容颜和初衷的记忆被选中,随即进入皇宫。 不都不说,这校工人皇后绝对是一个绝色佳人,而且她还非常低调,这反而引起了康熙的好感。 不久之后,康熙便把这个小姑娘纳入了后宫,她不负众望,于康熙17年生下了皇嗣子印针,第二年她便被康熙单独册封为德贫,成为紫禁城的一名内庭主位,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,又接连为康熙生下五个儿女。 这六个儿女的降生,使得她一举成为为康熙生育子女最多的嫔妃,而且康熙还在康熙20年册封其为德妃,名列四妃,不过晚年的她却过得并不开心。 庸正元年五月,刚做了半年皇太后的孝公人皇后,突然病逝在永和宫,享年六十四岁。